再来看一下这颗葡萄被这个风一吹 顶下这个顶牙又吹下来了 干脆就给它打一个顶 因为它现在的这个高度已经是可以够得到 到时候爬到那个上面我织的网上去了 所以现在可以给它打顶 这样的话这个枝条又可以增出 侧牙又可以找出来 打顶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需要把这个顶上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像底下这种长出来的这个侧牙 可以给它留两片叶子左右 把这个顶给它打掉 这个也是 如果有时间的话像这种须须 也可以给它剪掉 这样的话可以节省这个营养 让这个葡萄长得更好 像这一边的这一个枝条 它实在是太瘦漏了 这样的枝条也不好牵引上去 干脆给它剪掉 干脆给它剪掉 节省营养呀 要把这一颗移到花盆里面去盆栽 因为两颗栽这么 对花齿不算很大 是不是 好好看 感谢观看